把西瓜放在锅里蒸一蒸,没想到这么厉害,很多人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就服农村人保存西瓜的这种方法,放上一年都不会坏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千三年求关注 首先,准备一个西瓜,给它切成小份 去掉瓜皮 把西瓜切成小块 添个好物,断打纯纹菜刀 全部处理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多加上一些白糖 一般是十斤西瓜,放入六两白糖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整 再往里面加入一小勺食盐 再倒入适量的凉白开,没过西瓜即可 把白糖和食盐搅拌溶解 这样更容易激发出西瓜的香甜味 然后,盖上保鲜膜 水开之后,放入容梯中 开大火蒸上半小时 接下来,准备几个高温消毒果 无水无油的容器 现在,西瓜也已经蒸好了 取出之后,撕掉保鲜膜 把调在表面的西瓜籽捞出 趁热,把西瓜连同汤汁一起装入瓶中 汤汁一定要没过西瓜 然后把盖子拧紧 常温下晾凉之后,即可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冬天的西瓜不仅贵,而且没有正气的西瓜有营养 口感更是没有夏天的西瓜香甜 所以夏天趁着西瓜正上季 一定要试着这种方法把西瓜保存起来 由着冬天吃 这个方法家里也是用了几十年 喜欢的朋友收藏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见